在战场上,刀是一个士兵的最后一道防线,刀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,因此制作一把军刀绝对不能马虎。 世界最有名的刀具,莫过于瑞士军刀了。 一、瑞士军刀,有人说,是男人就爱瑞士军刀,其实何止男人? 这个阿尔贝斯山路雪域之国的精灵,闪耀着阿尔贝斯雪峰的海光,不仅照亮了全世界,同时也倾倒了无数爱刀的人。 二、大马士格刀,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大马士格刀,古师作为印度、波斯、阿拉伯等国的兵器,在古代,只有贵族才能拥有,更因其动人的传说和自身的优异性能,成为世界上最昂贵,最坚韧。 最著名,同时也是刀具收藏界的极品之刃。 三、日本武士刀,日本武士刀起源于中国唐代的唐恒刀,武士刀以其优良的性能,在世界冷兵器中,占有绝对地位,并享有最好的口碑和名具。 需要注意的是军刀和武士刀,是日本刀中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 四、马来克历史,马来克历史新生于十三世纪的马者不宜王国,其操念云铁和街花文人,精美绝伦,制造极为精细。 光反复垂断入火就要五百次左右,刃上的夹层钢,有六百层之多。 克历史都由云铁打造而成,云铁就是天上落在地球上的云石铁,这认识深知云铁皆然而不易碎折。 因此,在古代凡是在当地所发现的云铁,一律都要让交国有,由国王交给专门的刀架使用。 五、SAS突击队匕首,英军SAS突击队匕首,又名Fairbon,Sykes突击队匕首,很多部队都装VFS匕首。 包括英国王室舰队,英国特别舰艇编队,英国特别空勤团SAS,美国第一手零人营。 法国突击队,英国散兵,波兰散兵,USMC突击队,澳洲特别空勤团,北大西洋沟,约组织特种部队,加拿大散兵,美国军队特种部队,印度空枪部队,荷兰突击队,缅甸军队,法国突击队。 六、兰德尔,对全世界的刀尼来说,收藏军刀,如果没有兰德尔,就不算真正的军刀尼,沃克兰德尔的手工刀。 是收藏家默昧以求的刀,也是最有收藏价值的刀,更是一把千级难求的极品刀。 七、阔尔卡刀,阔尔卡刀是尼泊尔的国刀,因其像一条狗腿,也被人形象的称为狗腿刀,是世界上公认的最符合力学员里的反射刀。 八、飞银勇士1683,这款一道原产的飞银勇士1683,刀身后达6毫米,刀身和刀柄混为一体。 刀柄为塑胶防滑设计,握在手里非常牢固,北约的特种部队人手一刀,美国海豹突击队专用刀。 九、挺进者,美国挺进者刀绝对不是追求漂亮的外观而设计的产品,是彻头彻尾的贯彻实用性的产品。 至今为止,世界上所有军刀中,挺进者刀是最为艰固耐用的一种,特种部队队员们通过实战也证实了这一点。 本身,三棱军刺,中国五十六式三棱刺刀,研习继承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兵器的巅峰之作。 三棱刺最要命的就是有一条血桃,就是暴血用的,刺进去以后不会吸住刺刀,三棱刺扎出的伤口,大体上是方形的窟窿,这种伤口很难医治,因此三棱刺的致死率非常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